欢迎来到语说体育 今天刚看勇士队在灰熊的系列赛第四场 最终勇士队取得了胜利 大比分打上了3比1 这场比赛灰熊的一表 贾曼兰特他殷伤无法出战 考虑到之前 连续多场比赛 莫兰特使用的发挥 再结合关键时刻他的表现 之前很多球迷都判断 没有莫兰特情况之下 季后赛的灰熊 他肯定打不出常规赛一般的比赛效果 勇士队很有可能提前早早结束战斗 但是不得我说 灰熊的这个韧性确实还是非常强大 而且没有了 莫兰特之后 整支球队呈现出来了 常规赛很多宝贵的东西 你比如说有莫兰特在的时候 确实他在关键时刻 真说把自己往空中一跑 中间能力挺强 但是莫兰特他有缺陷 他经常向上到一种大量的单打局面当中 这样会破坏整个团队 作为队友的参与感 就使得灰熊队防守端 起码跟勇士队的这组系列赛 之前几场比赛 没能呈现出常规赛那般防守端的顶级效果 但这场你看没有了莫兰特 因为整支球队进攻队 有了更多的传统配合 你看这场比赛是灰熊队打了这四场系列赛里边 唯一一场就是猪拱树这块 跟勇士队正好打了个平 之前打的三场比赛 无论输赛 他的猪拱树都是明显落后 这个金正宏式的 而今天全场送出了25次猪拱树 这个瓊死确实是以稳健著成 在场上大量的传统球 使得整个球队进攻队这块球的分配 它比较均匀 防守端这块因为每个球员 进攻队得到的机会比较均等 每个人都能够有所表现 防守端这个集体性彻底被激活了 这样一来就使得灰熊队呈现出来的防守效果 跑动的集体性给了勇士队外线的 大量射手很高的比赛压力 所以就使得这场比赛 差不多47分钟 勇士队都是被灰熊队摁着倒 这种比赛观光画面 确实就能够看出了灰熊队真是名不虚存 没了谁呢 好像说都能正常倒 整体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如果不是最后几段 贝恩因为比赛经验确实有所缺乏 推了库里一下 这球怎么讲呢 他确实是有动作 库里也是篮球至上各个方面 审视夺势 能力判断非常强 当时裁判哨声应声响起 这下比赛盖棺定论了 在这个之前一个回合 迪隆布鲁克斯 可能说也是因为上一个三分眼射干劲了 所以接下来呢 这会儿他头脑发热 再来一个三分眼射 结果这个打铁高中 最终使得这个灰熊队 戳死了收掉比赛的两比 当然你也得配合 就是勇士队这块实动库里 关键时刻 离危不乱 第四节可以说是 单节通过爆砍18分的 这样一种比赛方式 不管是大量的投一些高难度的进球 突破之后打成二加一 还有就走上防守线 但无需法 每一次当这个球队需要他 站在通过罚球去抗衡对方 连反对共识 但是库里总是不让人死亡 这种表现的是真正的两届MVP级别的巨型 最后阶段就是库里 他的发挥使得这一场勇士队没掉链的 真说倒成2比2平 即将会走入到一种不可控的局面当中 也毕竟这个灰熊队 那也就意味着他接下来拥有了主场优势 这么一整呢 我感觉抢期的话 勇士队都可能凶多吉少 但现在三比一 这种大比分的领先勇士呢 基本上已经高枕无有了 当然从这场比赛当中勇士队必须得吸取一些竞争教训 那就是克莱汤姆森 我认为啊 他是这场比赛勇士队之所以打的如此艰难的一大卧底 进攻站这块呢 无球情况之下 可以说你再怎么出手 哪怕说打再夺铁 这个出手也是合理的 哪有时候不合理呢 运来运去 就是他持球 跟队友还打一些党拆配合之类的 冲到这个要位啊 合理冲上去两侧 勉强面对对方 一到两个人的防守 也要这个来一个分手 这种球最好少打 如果说接下来面对太阳 这么具有把握机会能力的球队 拥有克里斯保罗的球队 那恐怕呢 届时付出的代价就会非常惨痛 所以这个也是引以为戒 接下来的硬仗呢 还有很多 克莱汤姆森呢 需要把握好每一个回合 每一个回合的都是自观重要的 不能再浪射了 另外就这个库里 他和贾曼兰特两者之间的对决呢 以往那会儿 他俩在社交媒体之上 就互相之间有个一定的口角 后来呢 打孵甲赛一场定成富 因为一场定成富 这个偶然性太大 你比如说宇宙勇 真说一场定成富 他都非常有可能败给这个活塞 联盟垫底的球队 都有可能战胜历史最强的球队 所以一场定成富 对一般来讲啊 他是很难做数的 真说两者之间抗衡 彼此之间的巨型对巨型 还得是靠系列赛说话 毫无疑问呢 库里今年领军勇士 目前打成三比一的领先勇士 这种系列赛如果说 最终勇士队能够成功胜处啊 对于库里来讲呢 这就是压制住了贾曼兰特 年轻气盛的火焰 这种系列赛 考虑到互相之间 彼此有大量的口水仗 如果能够最终干尽分局决赛的话 对于勇士来说呢 绝对是一种情绪释放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